我有跟老师道歉 就是说这个新闻 但老师也是都非常的体谅 然后也希望我好好照顾自己 道歉对象正是国安局长陈明通 身为他的门生 高嘉瑜口中的陈教授就甘心 但他前一天提到党内的论文风暴 这样说 已经要内阁改组了 那可能因为这个牵动 到整个那个团队牵一把动全身 那国安局长又是一个可能 情报各方面蛮重要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迟早的事 因为毕竟党内大家 也都有这样的共识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就是应该很快会下 一番话看似预言 引起了轩然大波 昨天受访的时候 当然我讲的是说 针对整个内阁改组 我应该很快 我觉得这样子对于老师 是非常不敬严 非常抱歉 用说的还不够 高嘉瑜更PO出过去合照 看得出失声情谊不浅 也难怪当陈明通再被爆 指导的论文中被比对出 就爆胎 老师可能给你一个参考的方向 但是最后还是要靠自己完成 整个论文的协作 所以如果我把责任全部都归咎到老师身上 其实也不公平 奴隶还家也是帮自己 止血因为在高嘉瑜道歉后 不少绿营支持者愤怒 要他学会闭嘴甚至退党 很多支持者他们也希望我能够继续留在民进党里面勇敢的发声 大家都是希望民进党更好 那可是可能方向不一样 而不同的还有党内对抄袭风波的态度 至今没有统一论调 让自家人看不下去 民进党的学术争议不止损害形象 影响选票 伤了理智也失了面子 靳新委林婷 郭艳婷 参谎报道 请不吝点赞 郭艳婷 参谎报道